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福兹公告 警方获得安邦推示厅发出逮捕令 即日起全面通缉巫统大港区部主席加玛 加玛因为没有办理保释手续就逃走 抵触刑事法典224条文被警方通缉 福兹发表文告指出 警方已经给加玛足够的时间现身协助调查 不过他依然下落不明 还自称安全受到威胁 警方只能申请逮捕令 福兹呼吁民众若有任何关于加玛的消息 可以到任何警局提供线索 警方5月25号在安邦公主专科医院 要以妨害公众安宁罪名扣留正在留意的加玛 结果加玛没有办理保释手续就离奇失踪 监中只有透过语音信息和视频单方面和外界联络 加玛2017年10月5号 在沙亚南的雪州政府大厦外 杂酒杯抗议雪州啤酒节活动 抵触刑事法典290条文 还非做甚至于 结合剧金